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豆腐和鸡蛋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这道菜中我们选用的是嫩豆腐来制作 嫩豆腐的口感比较细腻 准备一块嫩豆腐把它切成一纸宽均匀的长条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小块 豆腐块不用切得太大,这样更容易入味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这里我们还准备了适量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 黑木耳的营养比较丰富 木耳用凉水充分的泡发,这样口感更加的有筋道 泡发好的木耳去掉根地,洗净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在一个控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这里面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充分的搅打至松散 蛋液搅制到筷子挑起来没有凝固的蛋清就可以了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块倒入锅中略微焯制一下 这样可以减少豆腐的豆腥味 焯水的时候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淋入几滴的食用油可以让食材更加的顺滑 豆腐在锅中煮至2-3分钟让它完全热透 这样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入味 接下来再把洗净的黑木耳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木耳在焯水的时候时间不用太长 要保持它的口感比较有嚼劲 卤制大约半分钟 然后和豆腐捞出控水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烧热后加入适量的油 不需要太多 不用等油温升的太高 把搅好的鸡蛋液直接倒入锅中 鸡蛋液在没有定型之前用筷子迅速的搅拌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更加的嫩滑 把鸡蛋液在锅中不停的搅动直到凝固定型 鸡蛋尽量炒制到比较碎小的小块 炒制到这种颗粒比较小 而且表面蓬松熏软的状态 然后把炒好的鸡蛋倒入到焯好水的豆腐和木耳中 接下来再调一个碗汁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蒜末和小葱花 加入两勺的生抽 加入两勺的陈醋 加入一勺的食盐 加入一勺的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蚝油 加入适量的老干妈辣椒酱或者是辣椒油都可以 然后把碗汁充分地搅拌均匀 接下来在食材中加入适量的香菜段 然后把调好的碗汁均匀地淋入到里面 再把豆腐木耳和鸡蛋充分地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爽口开胃又解腻的豆腐鸡蛋拌木耳 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